主任聯同警方正式去到旺角執行監 臨時禁制令 花了五個半小時 完成移除佔領範圍的障礙物 警方多次警告佔領人士離開 雙方又發生多次推撞 部分人懷疑妨礙執法 涉嫌藐視法庭 消息指至少有十多人被捕 先由梁素亭說下 旺角瓦家路街的清場情況 清除障礙物的行動持續到下午 由於袖屋人士不願意離開 警方作出最後警告 你們必須立即停止阻礙 立干擾執達主任 及協助執達主任的人員 否則你們可能會被警方 拘捕及檢控 警方要求袖屋人士 向波蘭街方向後退 警方向前推進 雙方推撞 有人被推跌 警員不斷驅趕 仍然站在馬路上的人 又叫採訪的記者離開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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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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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防暴警員上前增援 警員制服部份人按在地上 並且套上索帶 再帶上警車 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警方把防線一直推至 波蘭街近朗洪峰的位置 一度展示紅旗 呼籲走屋人士不要衝擊防線 雙方又再出現衝突 有藥房要下閘 當警方的防線推到亞加路街 和波蘭街交界時 很多行人都迫上這個位置 旁邊的店鋪都下閘 不做生意 到下午三點半 警方完成清理在外物的行動 介乎黎敦道 和波蘭街之間的亞加路街 部分的行車線重開 車輛可以駛旺大角咀的方向 整個清場行動 在上午大約10點開始 執達主任 宣讀禁制令之後 大約20個新村工作服的工人 開始清除佔領人士設置的路障 展團索帶搬走卡板 車同帳棚支架等 其間代理人拍照紀錄 清理的作案物由貨車運走 現在旺角區借靜 回到亞加路街 自登打市街大駕尼敦道 仍被集會人士佔據 代表的市團體的代理人 星期三會到場清理作案物 亞洲電視記者 梁素亭報導 野朗豪方門外 並不是今次臨時禁制令覆蓋範圍 有大批佔領人士和警方對視 警方將人潮由波蘭街 推向油麻地方向 大人潮不肯向後退 警方多次舉起紅旗警告 不可以再衝擊警方防線 並且手持胡椒噴霧戒備 有警員不斷在現場廣播 掛佔領人士參與非法集結活動 呼籲他們馬上離開 否則不排除將他們驅逝或拘捕 記者梁素亭全天都在旺角跟進 梁素亭 現在最新情況如何 陳宇蓉 現在旺角阿家老街 往大角咀方向的行車線已開通 可以見到行車大致猛順 這個位置暫時未有衝突發生 還有見到大批警員在場維持秩序和戒備 說回今天執行禁制令的情況 轉捷點在下午2時9時 當警方作出了最後警告之後 其實在大台的總警司 是叫前線警員 跟示威隊士的警員不要行動 不過前線警員聽不到 一口氣向著波蘭街 向著示威人士衝了出去 令後防警員亦將防線向前推 令整個路段的人都迫在一起 你推我往往 甚至有人跌在地上 不過警員無理會繼續推 而我和攝影師在拍攝時 然後總督察就說 如果你們再拍攝的話 我們就會拘捕你們兩個 不過未有作任何解釋 這個混亂情況一直到三點半 直至整個路段是清理好為止 行人就逼了去波蘭街 即是朗豪峰對開的行人路 現在那裡不時都是發生零聲的衝突 說回明天早上 預計的士團體的代表律師 在早上八點半 會和執達主任來到黎敦道 這個路段是清除障礙物 是執行臨時禁制令清除障礙物 可以見到現在還有大批人士和帳篷留守 他們都說不打算撤離 會留守至最後一刻 就說如果明天執達主任要清除路障的話 他們都不會和他們衝突 不會反抗 不過今天要清除阿加魯加一小路段 都花上這麼大的時間和這麼混亂 很難想像明天要清除來這裡 涉及這麼多人 這麼多帳篷的時候的情況會是怎樣 我報導是這麼多 將時間交換給新聞報 是你們 都不果物 十分非 自於是 你